朋友们大家好 在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游戏角色创建界面的逻辑的一些编写 其中包含动态加载资源和本地持久化数据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将讲解的是 主场景的搭建及角色动画的一个编辑 其中涉及天空盒子 然后环境光的调整 还有物的调整场景中的物体 调整摄像机镜头的快捷方式 以及编辑角色动画 先来看一下我们要实现的功能 我们要编辑的一个场景呢 就是现在这样一个场景 我们要通过调整Skybox天空盒子啊 还有物啦 还有这个整个场景的物件的这些摆放啊 来搭建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个场景 好 现在我们来新建一个场景 新建场景之后 Unity已经给我们创建了一个摄像头和一个 这个直射光 Directional Light 然后呢 我们来先引入我们的这个地面资源 就是Train 大家看到这个Art这个文件夹下面有个Forest 然后点开这里面有个Models Models呢 这里面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我们FBX文件 意思就是说我们美术的同学在做好了他的那个3D的模型之后 它会导成一个FBX 然后我们再把它引入我们Unity的这个环境中 然后这个时候FBX引进来就是一个方格加一个这个小白块 这是FBX文件FBX文件我们在场景中做一些编辑了之后 我们会把它拖成Prefab 然后存起来以便我们重复的一个使用 首先看一下FBX拖上去之后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们点到这个Train002 然后按F然后就场景就锁定到了这个物件上 锁定到上面之后我们看到这个颜色是白的明显 不是我们土地的颜色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附的材质还没有对它这个默认材质是不对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ForestMaterial这里面 装了我们这个Train的这个材质001 这就是附了那个土的调成了土的颜色的 我们给它附上去 附上去之后这个颜色就变了对吧 它就变成了这个泥土的颜色 然后这个场景我们再把它放大一点 现在比较小 放成100 放大之后呢 我们来引入一些我们的其他的小的物件 比如说草啦 还有一些石块啦等等 Model里面 给大家演示一下 直接FBX文件就拖上去 然后就有个草的这个东西就有了 然后现在看不到它我们还是点击它IF 然后集中就把这个焦点聚焦到我们现在点击的这个物体 然后再拖到我们想要放它的地方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草它的那个材质球也没有附对对吧 它不是绿色的 然后它也是附的是错误的一个材质球 然后我们来给它附上正确的在这个Material里面 这个Folage这个是我们草的一个材质球 给附上去 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草的这个样子就出来了对吧 然后再调整它的高度 就把它放到地面上放好了 然后这个就是草 这个下面这个perfabs已经存好了一些我们有些调整好的一些物件 比如说坟墓的啊等等 还有些石块什么等等 我们就可以给它一一拖入场景之中 比如我们把树给拖上去啦 还是放到集中到这个草的这个地方来 我们copy一下它的这个位置 copy component 然后再这个paste paste component values 就是把这个草的这个坐标给给附到这个树上面去 然后这树就出现在我们这个镜头里面了 不然的话它 初始的那个位置是乱的 然后你也找不到它 倒了 附的就是好就直起来了 然后再把它拖过来 然后我们再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把它摆放到合适的位置就行了 包括一些石块啊等等 然后还有一些墙石墙 等等 我们就这样一个一个把部件拖上来之后 我们开始看到那个场景里面那么多部件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拖到场景里面去 然后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摆放 然后摆放之后就就呈现了我们看到了一个一个效果 我们想要的这个场景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本场景存一下 不小心存在这里了 拖回到圣里面 这个模板场景呢 这里面还有物效对吧 还有一些光的这些效果 然后我们那个场景仅仅是摆了一些东西上去 然后没有物效也没有光的效果 物的效果 还有这些光的效果是怎么出来的 环境光 还有这个物 布的编辑 然后在这个Windows点 点击然后看到这个lighting 然后点开 点开了之后 这就是整个这个场景里面的一些光效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是skybox 就是说这个天空盒子 我们用的是这个默认的 Unity给我们默认的一个天空盒子 但是我们想要自己的附上去的天空盒子怎么办呢 它就点击这个component 然后点击这个render 然后点击这个skybox 这里就出现一个customskybox 然后你再去找到你的自己的这个skybox附上去 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天空盒子了 这个还没有还没有呈现出来 表示我们要在这儿再调整一下 这里面它默认的还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skybox1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天空盒子 就是我们默认拖上去的一个 这个天空盒子比较难看 我们还是换回我们Unity这个默认的这个天空盒子 还是给它附上去 然后这边得更新一下 不然这个信息就没有到这里了 我们的天空盒子调整好了之后 来再调整一下 我们还有一个这个sun就是我们默认的这个环境中唯一的一个直射光 太阳就是直射的嘛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现在这个directional night也给它命令成sun 然后它就是我们环境中的这个太阳光 然后我们就可以调整它的颜色 光墙等等 给一个比较正常的太阳光颜色 然后还剩下的就是物的一个调整 物效 物效也在这个场景里面 剩里面 然后往下拉 这有个fog 然后它是失效的 你应该选中 然后它就想把它调成一个绿色 然后给它一些数值 然后这个fog mode就是表示这个物啊 它的一个辐射的一个方式 Linear我们用线性的一个方式就行了 start就表示它开始 它是从你镜头哪里开始有物的 我们给它一个 就就让它是0吧 75 就是说距离我们75的那边的物就已经是最浓的了 它就是一个线性差值从0到75 我们这个场景就出现了物效 好 然后我们整个场景的这个效果就就被烘托出来了 然后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调整它的光的颜色啦 天空盒子 换这个fog的颜色来构建不同的一些效果 比如说我们如果是晚上那个fog就给它换成暗一点的 整个天空盒子换成暗一点的天空盒子 把光调暗一点 然后雾调成那种蓝色的那种优暗 烘托出那种整个气氛 然后我们这个场景是绿色的就行 拖完了很多很多拖上去了 很白放了我们很多东西了之后慢慢慢慢白 我们现在时间不多 我们就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最终要摆成什么样子 就是你得拖这么多东西上去啊 太浪费时间了我们自己回去慢慢拖 然后我们还看一下这个场景里面还有个问题 这个摄像头没有照到我们想它照的位置 然后我们得调整摄像头对不对 也是按F定位 如果你来这样手动的去旋转摄像头很麻烦 这个很难调 我们有个快捷方式 就写一个脚本挂在摄像头上让它去调整 让它看到一个中心点然后再来调整摄像头 然后再来调整摄像头 创建一个脚本 点开 然后点开之后给它一个目标 然后再让它循环去更新查找这个目标的位置 先判一下空 如果它不是空的话 摄像头点look at 就看着这个物体 就这么简单一个脚本 我们挂在摄像头上就非常方便我们的调整 OK 让它看着我们这个草吧 运行起来 在摄像头自动调整来看着草 我们来这下来调整这个摄像头的位置 就比较好拖动了 你看我们现在整个这个摄像头 它的位置就瞄准这个草了 对吧 我们想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旋转的角度 我们把这个角度给保存起来 点击这个像这个set一样的这个图标 然后点击copy component 再点击 再把它关掉 我们运行中的这个就被保存起来 然后我们再把它附在我们现在这个摄像头上面 paste component values 好这个摄像头的刚才在运行过程中的这个数据 就附在了我们现在这个非运行中的这个摄像头的上面了 我们这样的就调整好了 调整好了之后 我们再去慢慢的去拖一些东西 摆放上去 然后这个场景最终呈现的一个效果 我们想要的这个forest这个效果 大家只要有耐心慢慢拖就行了 我也不浪费大家时间在那边一个一个的拖 今天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编辑我们的那个角色的动画 因为我们上次仅仅只是编辑了一下它的 idle的一个动作上去 对吧 就这个Warrior跟Akkr只有idle 然后我们还要拖上它的攻击动作啊 死亡动作 受伤动作等等 都给它拖上去 点击这个animation 打开我们的动作 Akkr的 Akkr是远程射击 所以它是AttackRange 然后Dess 死亡 受机 Hit 还有一个Run RunFront 我们让它往前跑就行了 我们再把名字给改一下 改成统一的名字 然后这边点击 Attack1 普通攻击 这个AttackRange2 Attack2 把这个Range给去掉 因为这样我们是需要用代码来操作这些动作的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动作的名字最好是统一的 他们一套代码就操作了所有的人的动作 RunFront就叫它Run就行 好 我们这个死亡了之后 死亡了动作之后 它是不会再恢复到战力 或者说其他任何一个动作的 所有 所以说死亡动作 它是不需要循环播放的 然后一个受伤动作 它其实它受完伤之后 它要恢复到战力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我们就点击它 点击makeTransition 受伤完这个动作播完之后 它要恢复到Idle 所以说就是给它一个Transition到Idle 包括攻击完了之后 它也是恢复到Idle 然后也是makeTransition 然后Run也是一个循环播放动作 它是不需要直接在播完了之后就切到Idle 所以说我们是去通过代码去控制它的切换 而不是这样自动的一个切换 我们的Warrior也是同样的一个编辑 我们同样把名字改成跟我们那个见识的Attack 一样的Attack 一 Attack 二 方便代码的调用 我们同样把名字改成跟我们那个见识的Attack 一样的Attack 一 Run Front 这感情Run 然后Hit 受伤 同样的要切换到 做完动作是需要切换的 我们给它切换一下 好 我们那两个动作就编辑完了 之后就通过代码来控制我们整个一套动作 今天的内容就讲完了 所以说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几个东西就是 就是我们的天空核子的一个引入 天空核子的一个附加上去 然后包括我们这个上然后环境光的一个调整 然后包括我们这个FogFog的这个设置等等 好 谢谢大家